華為端出了四鏡頭的旗艦機MAT30 整場的發表會好像擺滿了檸檬一樣 酸溜溜的 直接嗆瞎說蘋果的新iPhone 這三鏡頭根本是直接學華為 而且還沒有5G 東森財經團隊第一手拿到了MAT30 來看看究竟功能有多狂 一整排的藍色旗海寫著華為 這裡是德國的木耳黑星展會 面積相當於30個南港展覽館 大型看板前還有模特兒珍奇鬥眼 都看得出任真飛這次的野心更廣還更大 如蕾掌聲讓余承東的語氣更加猖狂 左打三星又酸蘋果 我手上入場的新機取消了實體的音量鍵 改成是用雙擊的方式來操作 這樣子的方式會不會覺得有點2G呢 其實不是喔 當我今天在自拍模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音量鍵 是可以隨著我的手自由調整 我就可以選擇在我的手 最舒適的方式來拍照 就要跟三星強當機皇 拍人像比一比 左邊華為比較飽和 右邊三星貼近真實 但論廣角還是三星小盛 Cept the macro in 2.5cm as they did with the May 20 甚至也標榜5G速度比三星快50% 但身為沒有Google的安卓手機 給了谷歌超車機會 雙鏡頭的Pixel 4新機 10月就要亮相 強打手勢 隔空一揮就能換歌 加上三星蘋果 2019旗艦機四天王 正式到齊 看來華為前有強敵環伺 後有美國追逼 真的得像這句標語 Ressink Possibilities 重新思考可能性 才能替自己找出路 以上是東森財經記者 劉志張博祥 在德國慕尼黑的採訪報導